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因为上周鼓励支持者闯进国会 引发众怒 要川普下台的声浪不断传出 国会众议院今天投票通过决议 要求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 免出川普的职务 不过彭斯表示他不会这么做 国会众议院以223对205票通过决议 要求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 免出川普的职务 但要解除川普职务 需要彭斯以及内阁大部分成员的支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彭斯在议案表决之前 已经表明会拒绝这么做 他说 有关做法不符合国家最大利益或宪法 彭斯告诉佩洛西 政府的经历专注在政权能够有序的转移上 并呼吁他和其他国会议员避免采取进一步分裂并激发民情的行为 另外 众议院预计将在今天表决 以煽动叛乱为名弹劾川普的议案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现在已任命9名民主党成员担任弹劾管理人 并由发动弹劾案成员之一的马里兰州议员拉斯金担任首席弹劾管理人 继各大社交网站接连封杀总统川普的账号之后 YouTube昨天宣布将暂停川普的频道至少一周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国会上周被示威者冲击之后 主要社交媒体以煽动暴力为由删除总统川普的私人账户 很多他和支持者使用的社交平台更是被下架 根据YouTube的规定 首次违规之后 相关账号可被封闭一周 再度违规 可封闭两周 若三次违规 则可以永久被封闭 封闭前 川普的YouTube账号约有277万名追随者 川普在1月前上传的一段视频上 对去年11月总统选举投票程序提出质疑 该视频的点击量达580万人次 川普的个人频道是在2015年3月17日设立的 目前 频道里的原有影片虽然可以观看 不过YouTube的用户也被无限期禁止发表留言 因为YouTube宣称 在留言区也发现了危险的言论 冲击国会事件发生以来 YouTube还封闭了7万多个与极右的阴谋论运动 无名者有联系的账号 为应对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的暴力威胁 执法部门将在首都部署多达 1.5万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并在华盛顿设立检查总站 以避免再次发生上周暴乱者 占领国会大厦的类似事件 有消息称 16个团体已经登记将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 其中部分为武装团体 而且多数是强硬的川普支持者 这让联邦官员深感担忧 华盛顿特区 买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希望民众不要到场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 而是通过网络收看 联邦调查局已通知地方执法部门 所有50个州的首府都有可能发生武装抗议活动 组织并推动这些活动的是极右翼团体 国民警卫局的局长丹尼尔周一表示 来自6个州的约60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已经抵达了华盛顿 到本周末 人数预计将增至1万人 11日辞职的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示 由于安全形势不断演变 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经下令 将特别安保措施提前6天启动 从19日提前到13日 总统川普11日宣布 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将持续至24日 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 调动和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资源 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安保工作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尔尼 2020年中毒之后一直留在德国 他今天表示将在1月17日返回俄罗斯 无视可能会被监禁的风险 现年44岁的纳尔尼一直被外界称为 最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反对派领袖 近日他在其Instagram的账号上发布视频说 他已经买了回家的机票 1月17日他将回到俄罗斯 纳尔尼去年8月在俄罗斯一架航班上感到不适 紧急送到西伯利亚一家医院 其后转送到德国治疗 德国和多个西方国家怀疑 有人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企图杀死他 莫斯科否认涉及投毒事件 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在去年12月28日 以纳瓦尼违反缓刑规定 并规避俄罗斯犯罪检查当局的监督为由 对纳瓦尼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他立即从德国回到俄罗斯 并在29日一早就向当局报道 如果过了这个期限 未来一旦回国将立即入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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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